懒得阅读密密麻麻的长文吗? 点一下订阅 就能轻轻松松看影片掌握最新苹果iPhone资讯 随着传闻的增多 今年苹果iPhone15系列的接口问题已经得到了正式确认 苹果代工厂进一步证实 新一代的iPhone将从Lightning接口转向Type-C接口 这一重要变革的消息令人瞩目 苹果代工厂正外透露 主要客户的连接器由Lightning换为Type-C 并已开始量产并出货给中国大陆的厂商和客户 正外表示 只要涉及到Type-C的产品 他们都有接到相应的订单 尽管各家比例不尽相同 在第三季度 Type-C产品的出货量将逐渐增加 并对2023年下半年的营收和利润做出贡献 对于苹果的订单 几乎所有需要使用Type-C接口的产品都已经获得了正外的订单 不同产品所占的订单比例有所不同 这使得正外在第三季度的营收和利润方面将会有所成长 苹果相关产品中使用Type-C接口的订单也都交由正外处理 只是不同产品的订单比例存在差异 根据接单情况来看 预计Type-C接口的订单量将在今年第三季度逐渐上升 并将对今年下半年的营收和利润产生一定的贡献 预计第三季度 由于大量生产USB-C产品 将对正外的营收和利润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苹果iPhone 15系列手机的发布 USB-C接口将成为普及的标准 有望取代市场上的Lightning接口 占据主导地位 苹果代工厂的确认使得iPhone 15换上Type-C接口成为了现实 这一变革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正外作为主要供应商将扮演重要角色 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Type-C连接器 正外的努力和生产量的增加 将为公司的营收和盈利带来可观的贡献 随着Type-C接口的普及和市场需求的成长 未来将迎来更多的商机 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 你期待iPhone 15换上Type-C吗?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